大家好,我是小徐花,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期羽绒服的合集视频 因为我觉得今年的冬天还是有一点冷的 所以说我就跟大家准备了一批羽绒服 好像是有个90件吧 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就回去看下去吧 第一件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件米信色的羽绒服 这件呢,我当时买的价格是359块钱 因为我是上新的时候买的,会价钱会便宜一点 然后现在我去看了一下,券后是379块钱 这件衣服其实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它是一个那种年貌的设计嘛 然后呢,它这个毛是特别舒服的 这个毛呢,是可以拆卸下来的 前面呢,是一个这种高领的设计 就是它的防风啊,保暖效果都还挺不错的 它这个拿到手以后,你就能闻到一股那种鸭子的味道吧 但是我自己放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自己已经买了很久了 那这件衣服呢,它里面的话填充的就是白鸭笼 它的充容量呢,是250克 穿的上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保暖的 就是它这个里面的话是很蓬松的 就是很厚实的那种,就是很适合冬天穿 然后呢,就是它的长度对于我来说 穿的是到我的屁股底下的 就是对于小哥来说 你如果不想买一个特别长的羽绒服 但是又不想特别短的话 我就很推荐这一款 它也是能够盖住你的屁股的 就这件衣服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 质量和性价比都还挺不错的 第二件呢,就是这一件白色的羽绒服 这件羽绒服呢,它就是一个短款的款式 它也是一个年貌的,就这个样子的 然后前面的话,就这个样子的一个设计 是比较简单的 这件衣服呢,我比较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衣服的话 它这个拉链的地方是比较友好 就是这个口袋上面可以装了一个拉链 所以说是比较安全的嘛 底下呢,是有一个抽绳的设计的 它这个袖口上面呢 是做了一个这种魔术贴的设计 那这件衣服呢,我去看了一下它这个羽绒的话 它里面是90%的白鸭绒 就是90%的鸭绒和10%的绒片组合在一起了 它这个面料的话,我觉得没有之前跟大家分享 那么厚实吧 但是我觉得南方向我们湖南过冬的话 肯定是完全足够的 如果你是北方的姐妹的话 就需要在里面再穿一件那种保暖衣服 因为这件衣服上还是比较便宜的 就200多块钱嘛 我觉得200块钱买到这件衣服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它穿的上版型还比较好看 就是比较显瘦的一件衣服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呢 就是这件衣服它的发货会有一点点慢 我好像等了个10天它再给我发货 第三件呢,就是这一件卡其色的羽绒服 这件羽绒服呢,它的价钱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 就是要400多块钱嘛 然后这件衣服呢,我买的也是一个短款 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件衣服呢 它的店铺里面有很多个颜色可以选择 我选的就是一个知识卡其的颜色 它这个衣服呢,面料上面的话就有这种 就是那种有光泽感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很有质感的 就是跟我之前买的其他的羽绒服 都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嘛 但这件衣服呢,它在我的相机里面看 会有一点点色彩 大家直接参考那个店家图片就可以了 这件衣服呢,穿在身上是比较保暖的 整体的设计的话,穿在身上版型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我觉得是那种稍微蓬充一点的嘛 但是又不会特别的显胖 就你那边搭配那种裙子啊或者裤子都还挺好看的 后面的也是有一个大大的帽子 因为我看了店家描述的话 他说填充的是纯白的白压轴 好像还有那种鉴定的那种报告嘛 就穿在身上的话其实是很暖和的 然后呢,其他的设计的话就比较简单 就是它在店铺好像还有那种马甲可以选择 但是我觉得马甲在冬天来说可能就不太实用吧 我总感觉穿马甲的话就旁边这两只瘦子就很冷的感觉 像穿这种羽绒服的话就还挺暖和的 第四件呢,就是这一件黑色的棉服 这件棉服呢,是我后面买的就没有赶上之前的那个棉服的合计嘛 所以说我就把它做到这一个羽绒服的里面 它也是一个年貌的款式 但它这个毛的话,就毛里没有我之前跟大家讲的那一件那么舒服啊 但是它也不是那种扎人的毛里 就是可能摸着没有特别特别的柔软 之前那个真的特别的舒服 这件衣服呢,它就是一个很长的款式 穿着已经到我的小腿那个地方 但是小个子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穿 它就不是那种很臃肿啊 很显胖的那种款式吧 因为我之前买过那种长款的棉服 可能对小个子不太友好嘛 但我觉得这一款还可以 因为它这款的话棉也是比较厚实的这种 就两三百块钱的话 买着过冬穿还可以 就如果是买羽绒服用件太贵了的话 就可以选择买这件棉服 这件棉服的话整体的设计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那种黑色的长款棉服 但是真的很保暖 第五件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一件蓝色的羽绒服 这件羽绒服我当时看图片 我觉得超级好看 就是它是有三个颜色可以选择 有一个粉色有一个白色 然后有一个蓝色嘛 我就买了这一个蓝色 它这个发货的话也是有一点点慢的 然后呢它这个的话 就是这种狐狸的毛领 是真的特别的舒服 就比刚刚那一件黑色的要更舒服一些嘛 它就是那种 之前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件那种 是感觉差不多的 然后呢这件衣服 它前面的设计的话 它也是一个中长款 穿着的话比那件黑色的棉服 它稍微要短一点点 所以说如果你不喜欢那种 黑色的棉服那么长的话 就可以选择这个长度 如果是再短一点呢 就可以选择第一件那个白色 我觉得那第一件那个白色的长度还可以 它前面的这个设计的话 就是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口袋嘛 做了一个这种抽绳的设计 其他的设计呢也是比较简单的 但今天衣服呢 穿在身上我觉得会稍微有一点点显胖 就是它会有一点点显臭嘛 它整体的版型是一个很宽松的版型 它这个前面这个拉链的设计呢 就是有两个拉链 就是你既可以往下拿 也可以往上拿这种 然后呢它里面穿的话 是90%的白鸭绒 其实穿在身上我觉得是比较保暖 很厚实的一件 就很适合过冬穿的 但是它会有一点点 就是那种绒这样跑出来 会有一点点一两根 我就看了一下 然后会有稍微有一点点小线头 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 第六件呢 就是这一件粉色的羽绒服 这件羽绒服呢 我买的是一个那种白桃乌龙的颜色 这个颜色的话我觉得其实图片 颜色会更好看一些 就是现实生活中 可能没有那么好看吧 它的颜色就是保护度 稍微偏低一点点 其实也不是那种丑的颜色 就我觉得还可以 没有到那种让我惊艳的感觉 然后呢它是有一个大大的帽子 这个帽子里面呢 这个活驴毛铃也是很舒服的 不怎么掉毛的 就摸在手上真的很轻浮很柔软的 它这个设计呢 前面的话是有两个袋子 然后呢是这种暗扣的设计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扣子 是比较有质感这种扣子 这种稍微带了一点点磨砂感的扣子 这件衣服呢 它这个面料的话 就是这种肌理的面料 是很有质感的 上面的话是有这种格纹元素的 像这件衣服呢 穿在身上的话还是比较保暖的 就是冬天穿也是很暖和的 就是我自己不太喜欢的一点 它这个羽绒的话 就它这个毛帽设计的可能不太合理 就穿在身上 就感觉这个毛已经围到我这个地方来了 把我的脸就整个单独的衬托出来 可能我不太喜欢它这个毛领的设计 有一点不太合理吧 就是我更推荐其他的一些羽绒服 这些羽绒服可能会 性价比没有那么高 因为价钱会稍微有点贵 第七件呢 就是这一件紫色的羽绒服 其实具体来说的话 应该是一个玫瑰粉紫色 这个颜色真的还挺温柔的 我觉得就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颜色吧 然后后面的话也是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呢就是一个年帽 它是不可以取下来的 它这件衣服呢 就是一个短款的设计 这个面料我觉得还比较有特色 就是在我这所有买的羽绒服当中 它这个面料是比较独特的 因为它是那种防水的面料 所以说对于冬天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摸在身上呢也是很有质感的 这件衣服呢 它前面是有一排扣子 然后里面呢也是有一排拉链的 所以说就不用担心风那样钻进去嘛 穿在身上是比较保暖的 因为我自己那天穿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很暖和的 就是它这个绒啊是真的很厚实的 大家可以看我捏一下 就真的很厚实的这种绒 它这个里面呢 就会有一两根小线头 也不是很多 就是我觉得不太好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口袋的话 是没有一个拉链 或者没有一个这种暗扣子设计的 就是在冬天来说可能不太方便 因为我之前 穿这种衣服 它没有拉链 没有扣子的话 就手机放里面 你就可能一拿出来 然后冬天有小偷就把你手里给偷走了 所以说这个是我可能会担心的一点 然后呢 就是这一件奶黄色的羽绒服 我这件羽绒服呢 他们家店铺其实有四个颜色嘛 就是有一个米色 有个黑色 然后还有一个那种粉色 再就是这一个奶黄包的颜色 因为我一直很纠结 我觉得那四个颜色都还挺好看的 但是我想我之前又买了其他的颜色 说我就买了这一个奶黄包的颜色 这个颜色的话也还很好看 就是一个很显嫩的一个颜色吧 它这个衣服呢 就是整体的话 设计也是比较简单的这种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它比较有特色一点的 就是它腰间做了一个这种腰带的处理 就是你既可以穿得宽松一点 如果你想精神密弄一点的 就可以把这一个腰带给系上 也还挺好看 底下就可以穿那种小脚裤 然后搭配那种骑士水 它这个后面也是有一个帽子的 这件衣服呢 它里面充的容的话也是比较图的 我觉得还是挺暖和的 因为它就四百多块钱吧 但这件衣服呢 它就是会有一些小线头 后面的话我看了一下 就是这个线头啊 会有一个两个三个这种 最后一件呢 就是这一件羽绒服 这件羽绒服它的颜色也很好看 它这件衣服和之前那件紫色的话 我觉得颜色是差不多的 就是版型的话也是差不多的 后面就是有一个帽子 这个帽子呢 就是稍微那种拍一点的帽子嘛 但这件衣服呢 穿在身上的话 它这个绒可能就没有 之前跟大家介绍 那么暖和那么充足吧 然后呢就是它 我不太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扣子的话 它前面是只有一个扣子的设计 它是没有拿捏的哦 就如果你冬天穿的话 风可能就会从这个扣子的扣眼里面 灌到你的肚子里面 所以说就不太暖和 就这件衣服 是我自己不太喜欢的一个件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以其羽绒服的合计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视频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一视频呢 就希望能够关注我 别忘了我点赞 特别主要收藏一下吧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